我其实也有跟很多在这一次在前线 抗议的一些缅甸年轻人谈过 为什么他们会把这场民主示威 抗议示威是终局之战 为什么他们会前步后继 不管就是有人死有人伤 还是继续的带到示威的现场 来到街上去抗议 其实他们就是把这场这样子的一个 示威 示威一场革命 为什么是一场革命 因为他们觉得说 如果这一次他们没办法推翻 所谓的军政府独裁的政权 如果他们这一次没办法 把军方从缅甸的政坛当中赶走的话 他们基本上觉得缅甸就没有了 缅甸就再也不可能会 可能像以前有一些机会 来做这样的事情 所以基本上他们就把这场 民主示威视为一个终局之战 势必要得到他们的民主 势必要得到他们的自由 然后其实我们今天也看到一位 星期三我们看到一位19岁的女孩 他其实在他他今天死后 在很多人就是在他的身上 有收到一些 一些不管是文件啊 名片他其实他就写下说 如果有什么糟糕的事发生在我身上 你就不要管我 只要把我身上还可以用的东西 捐赠出去就好了 所以就其实看得出来 这些年轻人其实他们都已经做好 所谓牺牲的准备 他们已经做好想要为 缅甸的民主缅甸的自由贡献的准备 那其实不只是 与2019的香港的反送中运动相比 其实很多在前线的年轻人 他们也是仿效 香港的抗议的民众 来组织这场的民主跟示威 所以比如说在我们在香港看到的 像是所谓无大台 就是没有领导者的 这样子的抗议示威 在缅甸也是被应用的 然后或者是像是在香港 大家很多人都知道了 所谓的be water 像是水一样的这样子的concept 就是其实很多人也是 只要看到有军方警方 他们第一时间并不是 想要与他们有正面的交锋 而是转换阵地 再去做抗议行动 所以其实这一次的抗议的活动 其实跟2019很多的相似之处 其实我们在最近也看到说 缅甸在很多人在网路上开始 发起所谓的Milk Tea Alliance 就是奶茶联盟这样子的一个声明 就是希望说他们能够加入 像是香港加入 像是台湾泰国 像同一个阵线来支持 来争取民主